哈喽,大家好!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讲关于中国的元旦节。 你们有没有听过元旦节呢? 元旦节是中国的节日。 那么今天呢,我就跟你们讲讲元旦节是什么吧。 那么元旦节呢,在元旦节这一天,我们也会挂起非常非常多的灯笼。 大家可以看到图片上有很多的灯笼。 这些灯笼呢,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用火点燃的这个灯。 然后外壳呢,是这些五颜六色的,有红色的,有黄色的,这样的一个只做成的灯笼。 这些灯笼呢,也是会被挂在天花板上,就跟中秋节一样。 中秋节呢,我们也会把这些灯笼给它挂到我们的这个天花板上。 天花板上呢,就会挂着各种各样的灯笼。 大家能够看到,这些灯笼呢,它们的颜色不同,形状也不同。 有的是长条形的,有的是长条形的,有的是椭圆形的,还有的呢,长得不好形容。 像这个,是什么形状呢? 它有点像放大版的长条形。 所以它们的颜色和形状都是不一样的。 那,大家再看这个,这个是什么呢? 这个叫做烟花。 在中国,很多喜庆的节日呢,我们都会放烟花。 这个呢,就叫做烟花。 烟花呢,它放到天空中,非常非常的漂亮。 我们都很喜欢看这个天上的烟花。 这个烟花呢,也是五颜六色的。 它非常非常的亮,非常的好看。 那在元旦节的时候呢,我们还会吃的一种叫汤圆。 这个呢,长得圆圆的,这个圆圆的小小一颗,这个叫做汤圆。 它非常的小,非常的小,也非常的圆。 它的形状呢,是圆的。 所以呢,它就是又小又圆,这个叫汤圆。 我们在元旦节的时候呢,就会煮这个一碗汤圆。 大家看这个是一碗汤圆,里面放了很多很多的汤圆。 汤圆呢,它的颜色也不一样。 大家看这个颜色是白色的,这个颜色是粉色的。 那这边呢,这个汤圆也是白色的。 大部分的,这个大部分的汤圆都是白色的。 当然也有很多不一样的颜色。 这个汤圆里面呢,还会有夹心。 它里面会包芝麻,最常见的就是它会包着这个芝麻。 芝麻就是黑色的。 汤圆呢,它的这个汤跟它里面的馅都是甜的。 它吃起来是甜的。 所以呢,这个在元旦节的时候, 很多人呢,都会吃这个汤圆。 这个就叫汤圆,代表我们的这个年龄呢,会加一岁。 会加一岁。 那我们在元旦节的时候,我们还会吃什么呢? 我们还会吃水饺。 好,大家看看,我们会包这个水饺。 这个叫做水饺,或者我们叫做饺子。 这是中国的传统美食。 中国的传统美食就是饺子。 饺子呢,它通常是我们的手,就是人工的手,去包,包这个馅。 大家看看,这个人呢,他正在包这个饺子馅。 就是包这个饺子馅。 里面装的是肉,通常是肉馅。 那饺子包完之后呢,我们就会煮起来,吃。 跟汤圆一样,我们也是放在一个碗里面,然后吃。 在元旦节的时候,我们还会做的一件事情,就是猜灯迷。 大家看看,这些灯笼的下面都挂着一个小纸片。 这个小纸片呢,它上面是写着字的。 这个字呢,可以用来猜。 我们可以去看上面的这个字,然后呢,就能够猜,想,它到底是什么谜语。 大家可以看到这下面的这张图片。 就是灯笼下面都会挂着一些纸片。 纸片上面呢,都会写着一些字。 那我们呢,就可以去看上面的这个字,然后去想,它到底是什么,去猜。 那以上就是在元旦节的时候,我们会吃的,以及我们会做的一些事情啦。 我们会去看上面的这个字,那么在这边呢。 我们能够先收记住一下。 我们的你要看上面的这个字幕。 我们的这个字幕。 我们还会一起做字幕。 我们的这个字幕。 我们都会讲一下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